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门禁社区还是不错的 位置很好的 底下就是我那最大的mall 带铁门的铁门社区 一边有景一边没有景 这一号户型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 一号户型 最小的户型 2300尺 这是客厅 餐厅 厨房 后院小倒是不小 就是暗 看是看不到 但就是不舒服 幅房的这个pantry多大 这么大一个pantry 它这个手枪型的 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一楼没卧室的 这边loft很大 就主卧真的很压抑 就是一堵墙 但是你要不就是看一堵墙 要不就是邻居看邻居 它卫生间很大 很舒服 浴缸淋浴房 这个是衣帽间 前院带紧 房子造起来也没有紧 这边是两个客卧 两个客卧 它是Jack and Joe 就是连通型的 连通型 这里连通那里 各一个台盆 然后公用马桶和浴缸 两个卧室 面积也可以 测远 入门级 二号户型 我们看一下户型 反正放出来是两个对风景 两个对墙 这个进门挑空 这个进门挑空蛮舒服的 倒台直接在这边 L型的 一个倒台 Pantry 2234的Pantry都不大 都正常够用 一号Pantry特别大 这边应该是餐厅 这是餐厅 这是客厅 不大 但是它底下又藏了一间房间 而且这个房间是对着后院 不是在前院 房间带一个洗手间 所以四个户型三个一楼都有房间的 然后四号和二号一楼是独位的 二号还带一个loft 也是采光会很好 这边全部都是玻璃 这个户型如果是朝着风景那一侧应该也蛮好的 这个主卧的大窗很大的窗 洗手间它这个蛮好的洗手间是大窗 淋浴房这个够了这个尺寸 然后这边放浴缸 对吧 然后这里是一帽间 这个户型蛮好的 四个房间加一个loft 这个也没有很小 但是这两间房间反正也是共用这一个洗手间 飞景观地块150万起 景观地块170万起 这边是共用的洗手间 那唯一它两个户型都是共用的洗手间 4号和2号就是说都只是单type 但是反而1号它是jack and joe是双type 但是它这个客厅真的很舒服 还可以这个户型也还可以 我觉得拿到好的地块这4个户型都还可以 清房都是看地块 化手房也是看地块 但清房地块可以挑一挑 这些是带景观的地块 可以的 看西洋 二楼是三个房间 这是洗衣房 小颗卧 这客厅还是个套房 这是个套房 卧乃好学区 门口就是57号和60 这是主卧 主卧淋浴房在这里 这淋浴房 这一套没有做浴缸 因为这里是双台盆 浴缸只能放在这里 如果放在这里的话 它要有一个上下水 它没有上下水 但是我觉得可能应该是可以升级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间 这边还有一间 这个户型全套房 这个户型全套房 一楼我们再去看一下 一楼肯定也有一间 没有loft 这是三号户型 没有loft 这是底下的衣服 这是底下的衣服 这是客厅 厨房 这边是导台 两车位车库在这里 这边门是大的玻璃一门 这边算升过级的 这个是侧进门的 这门还进不去了 门这边封掉了 我们往那边进 其实它的车库很宽的 我觉得 它车库感觉比我家的要宽一点 它是侧进门的 它这个是带一个玄关的 这个是算四号户型 今天天很暗了 所以光线不是很好 然后这边是卧室 这个卧室套房 底下有个套间 然后这边是它的厨房 倒台在这里 倒台很大 倒台面积也很大 也蛮大气的 这里是餐厅 这里是餐厅 前面是客厅 客厅又是它这边 是升级了大的玻璃一门 出去 你看整个看这个底下 远处可能还会有点房子会建起来 所以会看一点屋顶 不会这么的没遮挡 它底下还有一点小房子 会挡 因为这边比较矮 你可能往那边山上 越往山越好 这种地块可能稍微会便宜一点 层高也很高 10尺的层高 一楼有10尺层高 门框也很大 8尺的门框 二楼 它这个户型 还是很节省面积的 利用率很高 它没有挑空 没有浪费 基本上每一寸都用到了 这个户型还有一个loft 还有一个loft 这loft很大 这边采光做好 而且它这边没人的 进门有个挑空 进门有个挑空 洗衣房 洗衣房带窗 洗衣房也蛮大的 有水池 洗衣房蛮好的 那这个卧室 这不是全套房 应该算四房 可能3.5位 那这边也是另外一个客房 这边有一个 窗也蛮大的 虽然是客卧 可是也是两三侧窗 这里是干湿分离的 不是双台盆 单台盆 干湿分离 干湿分离 然后有个浴缸 这里是马头 我们再去看一下主卧 这边是什么呢 这边就是一个 主卧的 也可能一个进门 这主卧很大 主卧带阳台 这舒服啊 这个户型 主卧阳台也蛮大的 上面有接好电路 卫生间 卫生间也大 这淋浴房很大了 很大的淋浴房 这里带浴缸 这里带浴缸 它现在暂时放在这边 其实要搬到这里的 这冷热水都做好了 这浴缸都漂亮了 后面是直接带井的 closet也很大 closet也很大 主卧灯 主卧灯也给你都装好了 主卧灯也给你都装好了 电扇接口也有 我看一下它客卧怎么样 好客卧只有一个 客卧只有一个 吊灯接口 客厅 客厅都有 客厅都有 四个灯 再加一个吊灯接口 再看一下这个厨房这边 pantry也有 该有的都有 餐厅 客厅 院子还行 景深也蛮深 那边反正够用了 基本上这个地块 现在同样的房子 在奥利物的就是卖三百六 三百七 就这样 稍微大一点 两千八百七 上面一排应该是最高的 所以这一排应该是最好 这排呢 是越往上面就越好 因为底下 还有点小房子 这底下建起来就是 这边怎么说呢 这边就是屋顶 一楼肯定是屋顶 看屋顶 二楼有景 但反正至少后面没有人看到你 最下面一排也可以 但最下面可能会有一点点噪音 因为这里是高速 然后那边是五十七 五十七看不到 六零 六零可以看得到 六零这就是六零